闭幕市场尽管下起了小雨,但众多明星和影迷们依旧热情不减。 海内外各地影人如约在红毯上现身,撑着伞的明星们在红毯上鸟挪走过,形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。 也有明星为了给媒体和影迷们留下好印象,坚持走红毯,不撑伞。 众多国内外名人集体亮相,影的现场阵阵尖叫。 同时,在昨晚的金爵奖颁奖典礼上,八个奖项被三部电影瓜分。 来自俄罗斯的电影《警戒黑幕》获得最高荣誉金爵奖、最佳导演奖和最佳音乐奖三项大奖。 瑞典电影《新赖》则摘走了评委会大奖、最佳编剧和最佳摄影奖。 而影帝和影后则属于电影基站。 张家辉获得了他人生中首个国际A6电影节的影帝。 而来自马来西亚年仅十岁的小红星李新草,成为金爵奖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影后。